总统引导史瓦蒂尼国王上位 国王看到指挥官喊口号 含蓄的不敢直接越过 指挥官急忙帮着引导 典礼开始所有人立正 国王看了一看旁边也跟着站起来 这是史上第一次有帮元首列席汉光 国王非常的认真 主动询问翻译耳机在哪 外媒说大陆强力挖角使国 蔡总统精心安排 邀请国王看军演 网络传言台湾军演海地45亿元 外交部澄清是贷款 部长吴钊燮重新诠释金援外交 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外交 我是相反的看法 想一想我们台湾在造型的时候 还是很贫穷的时候 也是靠很多人家的钱 这个吴钊燮今天外交 这个吴钊燮外交 这个吴钊燮外交 吴钊燮说虽然邦交国只剩18个 但援外对台湾也是互惠 而且透过这种对其他国家的原准 我们可以建立跟这些 把现任国家的合作的这个机会 我相信你如果说有机会去的话 一定会觉得说 我们做的赞 我们台湾的外交 一来就没有被打败了 千万不要放弃外交 千万不要放弃外交 吴钊燮力捧原外的重要性 兰伟说现在的原外感受很差 也说这有助于我们的邦交 曾几何时为什么马总统 不需要被人家勒索 我们现在要接受人家的勒索呢 金元外交跟有建设的原外 政府民众感受不知道是否一致 提不信的刘立成下周台北岛